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男人运入60万 却选择住凶宅 男人名叫高野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因为夜间出租车要多收20%的费用 他每天从下午5点开到第二天早上5点 这样的作息 高野已经保持了5年 除去出租车公司抽掉的六成收入 高野平均每天可以赚到4万日元左右 每个月赚个60万不是问题 折合人民币大约3.7万 上交完今天的收入 高野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下了出租车 他禁止向一栋大楼走去 这里就是他独居的小窝 门口是窄小的楼梯 两边摆满了鞋子 而鞋柜里却什么都没有 高野一想到 别人家里和和美美 一家三口的鞋子摆满鞋柜 再看看自己空荡荡的鞋柜 总感到十分孤独 于是干脆把鞋都摆了出来 高野的家里虽然有点乱 但还是很干净明亮的 他对这间屋子很满意 因为房租只要5万5千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3426元 这对于日本的房租来说 已经相当便宜 以高野的工资 两三天就赚出来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便宜 高野满不在乎的指了指门口 上一个租客是在这里上吊自杀的 高野拿出租房合同 里面写得很清楚 虽然事故后 冯东把周围墙壁 橱柜地板都翻新了 节目组还是被吓得一哆嗦 刚刚可是站在这里拍了好久呢 不过高野可不在乎 考虑到这里离公司近 租金也便宜 他就住了下来 让人惊讶的是 高野除了在住上节省 在吃上 他也不愿意多花任何钱 在日本开出租车 能有多赚钱 一个月就能赚60万 可是这个53岁的出租车司机 却情愿搬进最便宜的凶宅 就究竟是为什么呢 每天下班后 高野都会做一锅饭 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在冰箱里 第二天边开车边吃 食物都是超市打折时买的 他还把上次炸炸机的油 保存了下来 方便反复使用 冰箱下面一层 还放了很多茶 以便夜里开车提神 房间里 书架上放了很多CD 书和漫画 卧室 浴室 都放了很多鸭子 这些鸭子就针对着床 好像有一群家人陪着自己 洗澡的时候 高野也喜欢把鸭子放在身边 这时 床边的一台电疗按摩仪 吸引了节目组的目光 这样一台按摩仪可不便宜 一般要90万日元左右 一向节省的高野 怎么会舍得买这样的奢侈品呢 高野说 他在坐出租车司机之前 就是按摩仪销售 前妻就是在卖按摩仪时认识的 那时 妻子是店里的常客 时间久了 两人就开始交往 高野在41岁时 和37岁的妻子结婚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 夫妻两人不得不分居两地 结婚一年半 也只见了两三周 不过幸好 妻子还是怀上了儿子 到儿子出生的那天 高野也没能陪在妻子身边 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周 高野才匆匆赶到 因为无法忍受 这样的丧鲁式育儿 妻子果断提出了离婚 也就是说 基本儿子的第一面 就是他们离婚的那天 高野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从早工作到晚 就是为了给妻子和儿子 更好的生活 结果家人还是离开了自己 之后的每天 高野都生活在后悔之中 他试想着 如果儿子一出生 自己就立马赶到医院 妻子是不是就不会和自己离婚 他就能看着儿子长大 直到现在 高野家里依然摆放着 妻子和儿子的照片 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从来没有带着儿子玩过 也许浴室里 卧室里的那些鸭子 就是高野对自己的弥补 这个男人有多惨 开出租车年入百万 最后还是妻离子散 这是高野心里最大的痛 高野的声音有些哽咽 他点点头 不肯再说下去 高野回忆到 有时候看到一家三口打车 他都会潸然泪下 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 这种家人团聚的感觉 如今 儿子已经12岁 正处在叛逆期 每次高野给他打电话 他都会以作作业为理由 直接挂断电话 高野最近一次见到儿子 还是在四年前 看着照片上 儿子依偎在他怀里 灿烂地笑着 看起来非常幸福 在儿子五六岁的时候 妻子告诉他 儿子出现了自闭症的症状 上课会不知不觉地睡着 高野得知后非常自责 他觉得 离婚家庭的孩子 患自闭症的概率可能更大 于是省吃俭用 舍不得花每一分钱 每个月都要给儿子 寄取15万的生活费 高野说 只要儿子幸福 自己再苦再累也无所谓 住凶宅也没关系 曾经 高野也问过妻子 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再在一起 妻子只是一笑了之 高野知道妻子 不会再给自己这个机会 从书架上 高野拿出了自己最宝贝的东西 那就是儿子小时候送他的贺卡 上面写着 爸爸工作辛苦了 有没有好好吃饭 不要让自己太累啊 看着儿子稚嫩的比划 高野觉得 这就是他生活下去最大的动力 他已经计划好了 等到儿子18岁 就用自己攒下的钱 给儿子买辆车 虽然高野对儿子的一片苦心 真的很让人感动 但也许儿子希望的只是 父亲能多抽出时间陪伴他 也许只是一个下午 也许只是聊聊近况 相信有了家人的陪伴 高野也不会再感到孤独 这里是塔塔米姐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